amwalknews 今天继续跟大家跟进医疗问题 因为特首林郑月娥在早前 在立法会的一个短问的会议上 答了中国斌议员的提问 中国斌议员问可否再引入英联邦医生 特首大意上说 在现在那么严峻的环境下 不想医生再烦恼讨论 我觉得这个答法真的非常之禁令人感觉不良好 甚至乎我都很愤怒 因为为什么他会觉得这个问题 会令医生大家齐齐烈地讨论到会影响工作呢 他是从一些什么的数据或者分析 去作出这个评论的呢 反过来说 如果不是一些什么数据分析评论的话 可能是一个感觉 那是不是他感觉到大部分的医生都会很反对这件事 所以就不做呢 其实作为一个特首 我觉得以市民的福祉行先 应该永远都是对的了 业界的持份者有不同的意见是很正常的 但是特首不是应该迎难而上的吗 再说 其实如果一些上了四五十岁的医生 我相信也有不少 过去可能都是在英联邦国家 读书和受训的 他们是不是真的个个都会反对 引入英联邦医生呢 退一万步说 就算特首在这个时候 不去考虑全面开放回英联邦医生来香港的话 其实不可以就是说 一些港人的子弟 如果他在英联邦的国家受训 读书的话 让他们优先回来香港就业 这个不是更好的方法吗 他们既同声同气 亦都能够在外国受训 在用了别人的资源下 受训的医生能够服务回香港 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划算的方法 讲来讲去 其实我都不太明白 特首为什么这么抗拒 中国宾议员的这个要求 反过来说 他最近经常说谦卑聆听 究竟他是谦卑了 在接伏在哪些人的意愿下 而他也聆听了哪些人的声音呢 其实这次可以说是一个 不讲自明的一个例子 今天和大家就谈到这里了